日本經典動漫ONE PIECE 從1997年連載後 樂學的劇情吸引大批粉絲關注 它的超人氣也被Nexface看上 即將翻拍成真人版影集 預計製作10集 最大粉絲好奇的角色選角 也在今天公開掀起不少討論 其中男主角魯夫 將由18歲的墨西哥演員 伊娜基哥多伊飾演 而最受關注的納美 则將由美国女星艾密莉拉德诠释 她的顏值备受粉絲們肯定 但覺得身材不夠還原 對於許多網友覺得 演員和原作角色差很大 很難接受 作者韦田隆一郎也發聲明表示 這些角色是與全球的工作人員 多次討論後領選出來的 是最適合的草帽一伙 另一方面 雖然作品未演先轟動 但動漫迷們也憂心忡忡 很怕海賊王會布上 好萊塢真人版電影 七龍珠的後塵 令人慘不忍睹 有網友就忍不住表示 這消息讓她好難過 還有人想問到底是誰 一直在資助這些動漫改編 也有人說 Netflix是不是吃到了 能把杰作變成憤作的惡魔果實 不過也有網友叫大家先等等 看看拍出來的效果再說 東森新聞國際中心綜合報導